通常你回台灣的時候 都是由你在介紹他 對 而且能把握一下這幾年 再過五六年應該大概也太不想理你 這是出國前倒數幾次 接孩子放學 來 要回來走囉 走啦 走啊 好 拜拜 走 等一下 走啦 走啦 老爸把兩束抱一肩扛 陪寶貝女兒上下學 這是蘇先生在台灣時 獨佔的親子時光 老師再過幾天要飛大陸 會不會捨不得你 我會啊 你會不會捨不得爸爸去上班 會 會喔 會 那你會不會想我 會 會啊 那你又要打電話給我 會 是嗎 蘇靈青過去是河春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學校招生低迷 營運惡化 河春最後撐不下去 2019年他當機立斷前進中國 年薪二十萬人民幣台幣百萬 但當初做這個決定並不容易 對我來講我小孩那時候剛分開的時候才幼稚園大班 所以對我來講那時候是最年人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我會快速的選擇我 那我就馬上跳槽到大陸的原因就是 我要趕快去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在整個退場的過程當中 私校的教職員當然是最悲慘的一群 那有些失業啊 變成他去爭取其他學校的專案老師啊 或者變成兼任老師到處兼課啊 變成流浪教師 那有些當然他們有跑到大陸去 私校倒閉拉著老師一起陪葬 當我們重回已被勒令停辦的河春技術學院 校園不再對外開放 在今年五月十一號 私校退場條例公告實施之前 就已經被宣告停招的學校 所以它是第一所呢 被命令直接去停辦一個學校 沒有經過輔導的期間 整個大學部僅剩72名學生 也多半在校外實習 直到2023年5月11日大縣結束時 將有34位學生畢業 剩餘38名在校生 由教育部協助安置轉學 還滿可惜的啊 我是回到學校補辦畢業證書的 這次要收好 萬一之後要辦很多 對 真的要收好了 不曉得下次要去哪裡辦 對 謝謝 畢業十年的校友 在學校收攤前的倒數時刻 拿到絕版畢業證書 河春2023年5月走入歷史 許多校友趕在退場前 來見最後一面 因為現在學校老師 已經少非常多了 對 或許他們換到一個地方 他們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也不錯啊 但還沒畢業的學生 能安置到哪裡是個未知數 畢竟河春技術學院 過去還曾吸收過其他退場學校學生 如今卻步上相同命運 說我剛到河春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班上也接收很多 勇大結束營業轉進過來的學生 但是對他來講 他其實沒辦法融入到 學校的跟一些原班族的 學生生活裡面 臺南首府大學 吳玉瑾自行公告停招停辦 學生組成自救會抗議 好像當初抗議也是開這台車去 所以學校很怕我開這台車去 就讀休閒所數二的學生自救會會長 陳建良帶我們進入學校 儘管校方宣布不再辦學 他仍然到校上課 老師好 你在當老師也有遜不到一年 對 差不多 還沒辦法 今天算是最後一年了 對啊 今天自己上次就已經會這樣 在首府大學任教二十年資歷的教授 因為還沒到退休資格 也只好靜待校方資遣 同一堂碩班的馬來西亞外籍生 現在只想趕快完成論文 趕在學校斷氣前拿到文憑 我並不反對學校有退場機制 我坦白講我覺得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趨勢 我覺得說你的退場機制 是不是可以更完善一點 而不是你突然時間一到 我就一刀扛 我就說不好意思我不玩了 陳建良勇於為學生發聲 他另一個身分是當地舞蹈教師的團長 畢業於台藝大表演藝術研究所 因為疫情選擇離家近的首府大學 重返校園進修 如今學校斷頭 他決定挺身而出 假設我這樣講 你現在就收到一年級 就把那些一年級弄到結束 原校畢業 對 當然原校畢業 就是我們一直 我們在堅持的事情 來不及畢業的只能轉學 教育部往往將學生 安置到臨近且相似的學校就讀 不過不少當年的安置學校 如今也紛紛面臨危機 甚至出現學生轉學後 隔年新學校又要倒閉的衷進 目前我們看到也有從道將轉到首府 那這個就很悲哀啊 你從退場私校轉到退場私校 教育部也要負部分的責任 因為你的資訊不公開嘛 讓學生從一個退場學校 又轉到一個被退場學校 我覺得這其實真是蠻可悲的現象 我們不好意思講說 學生被當為流浪狗啦 因為流浪狗至少還有一些安置流浪狗的人 這些人不是他們其實目標不在辦學 在救自己 因為自己快不行了 那只好從已經不行的學校裡面 救一些過來 那這是惡性循環 早在首府大學傳出停辦 就有將近20所學校主動來招募轉學生 但事之當中是否又有地雷學校 向突嬰班搶學生 學校停辦其實像那時候河村附近的 比如說像振修或者是蘇德科技大學 其實他們都很熱 他們其實本身也是吹學生 他們雖然說那學生趕快送給我們 對我們講剛好對當年度的招生壓力 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安置學校若轉弱 為了避免二度轉學淪為私校人窮 根據最新私校退場條例 學校必須公開註冊率 以免學生再踩地雷 來看110學年度 就有7所大專院校不到6成 位居淹水警戒線 東方設計大學甚至只有19.06% 而註冊率7成以下的 也有高達27所學校還在掙扎求生 未來難保繼續惡化 出現危機 目前在做學生安置上 教育部他的經驗還是在累積當中 所以哪些學校可以來 接收這些退場學校的學生 那是要去經過篩選 我們對於這些私校辦學不利者 他的懲罰機制也不夠 這個解散其實到最後沒有人是贏家 那唯一的贏家可能是董事會 他也許有一些機會 把這些土地或一些資源 做一些什麼樣的變化或改造 小子化招不到學生 校方財務出狀況 欠薪水請不到好失資 自然很難優良辦學 惡性循環年年上演 當大學退場後 老師學生淪為祭品 而學校又變成什麼樣的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苗裡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由於這所學校呢 算是比較早開始退場的大專院校 我們看到中間這個警衛室 這裡頭呢 遠遠看有一個人 其實近看發現裡面是假人 然後穿著警衛的衣服 透過空拍機看得更明顯 小園裡頭一個人都沒有 學校自從2018年停辦後 一直閒置在這兒 周圍商圈也跟著雲落 當時我們每一次下課的時候 車子很多 學校附近的宿舍 也都是就是遭租 租滿滿的情況 但是後來他被教育部接管了之後呢 其實就是每下雨狂 所以說就一直都裝潢不好 張公雲 文化大學助理教授馮翠翠珍 就曾是亞太創意學院的老師 學校因為財務問題最終停辦 他也因此失去教職 前後三年的時間 我換了三間的公司 對 但是其實那個工作經驗 有兩間其實是沒有拿到薪水的 狀況最差的時候 大概月收入大概是多少 我想看 大概只有三萬塊不到吧 為了生計曾到新創公司上班 四處兼課 但心中對教職仍有滿滿熱情 最終好不容易重返校園 獲得專任教授一職 不管何亂 到目前為止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對不對 我其實知道有很多的學校 現在還是在苦撐的階段 所謂的苦撐就是 老師也不知道未來何去何從 隨著四校退場 流浪教授越來越多 從一牽一聘的專案兼課 成功回到編制內的專任教授 並不常見 但別以為公立大學的老師 就是天資教資 一開始很多是 這些末端班的私立學校 他在用專案教室這一塊 可是到現在你今年公立大學 也在玩專案教室這一塊 因為我不確定說未來的學生量 是不是能滿足我的需求 所以他也不敢給老師這樣高的薪資 下一個將引爆的是私立高中職 教育部要把20所以上私立高中職 列為專案輔導 這個是一個趨勢 高中一直到115年 他的一個新任人數到達谷底 那大專到117年到谷底 這個是一個私校的冰河期 那也是一個少子化過程當中 一個震盪期 它是一個重新洗牌 私校退場就像一顆顆未爆彈 倒數計時 要如何讓退場學校善終 走得漂亮 避免師生權益受損 執政當局無法迴避 而設計師我們在戴火 但是我們在門外 我愛你 被你 已經借過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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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